2022年比亚迪业绩强势增长 规模净利润166.22亿元 同比增长445.86% 同时 骑汽车销量也在大幅增长 相信很多朋友关注此股票 本文就来带您寻找比亚迪业绩强势的原因 以及未来的业绩展望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中国的跨国企业 成立于1995年 总部位于深圳市 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动汽车 电池 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领域 同时也涉及传统能源汽车 电子元器件 IT等领域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汽车板块 2022年 其汽车板块收入约3246亿元 同比增长约188.86% 利润增长率超过营收增长率 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公司在2022年全年实现了显著的增长 表现在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上 营业收入达到了4240.61亿元 同比增长96% 而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66亿元 同比增长446% 此外 比亚迪毛利率净利润明显提升 收益汽车销量快速增长 以及规模效应降本 公司在2022年全年 加大了对研发和营销方面的投入 这使得其利润率得到了提升 2022年至2023年 比亚迪将推出近20款全新汽车 这些汽车采用纯电 插电混动双轮驱动技术 分别属于 王朝 海洋 腾市 潮牌F 高端仰望等几大系列 这些系列覆盖低中高端 以及豪华车型等全部价格区间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产品矩阵 结合以上简短的分析 对比亚迪在未来的业绩还是看好的 提醒投资者关注比亚迪 在新能源汽车业务领域 景气度高 成长空间大等方面 带来的投资机会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